欢迎收看博物介绍频道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好说的Mr.杰克 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 战降机手机 这个战降机其实有分成几种 专门for相机 for商务 或者是for电竞 所以这些手机呢 我们就有分成几大类型 而今天我们要评测的就是 战降机相机系列手机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三星在相机技术方面非常成熟 无论是感光稳定 画质方面都是属于一流的状态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拿这一位 非常强劲的对手 对比Vivo X50 Pro的微云台镜头 也是世界首款搭载微云台镜头的手机 人称GIMBAR 当我们走动或跑动 拿住相机的时候呢 它可以进行稳定 不会有摇晃的问题 所以它把这个GIMBAR concept 加载到这一台Vivo X50 Pro里面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 加载了GIMBAR OIS Camera 在这个相机镜头 对比OIS相机到底有怎样的火花 首先我们来对比X20 在普通拍摄下呢 我们看得出两方稳定性 在普通走路下呢 都是OK的 处理都相当妥当 在颜色方面的话 Vivo X50 Pro 颜色比较偏的也比较真实 而X20的话 它就会比较鲜艳 所以就看你个人需求 接下来就是跑动的画面 我是手持selfie stick 夹着手机 相信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那个晃动幅度会更大 所以边跑边拍 在X50 Pro的表现下 看得出那个稳定性 还是依然保持着 而Samsung X20呢 有一点点失控 处理的还算是不错 现在呢 来开这个 超级防抖 Super Steady On 在Super Steady On的情况下 哈 一开启的时候 它是用它 Ultra Wide Angle 进行视频切割 所以在画质方面 你会看到会比较模糊不清 因为它的超广角镜头 在画质方面会比较低 感光也比较差 如果是说在白天的话 就完全没有问题 毕竟Ultra Wide Angle 大部分手机 搭载的感光约件 都没有这样好 然后现在我们用Vivo 我们开一下它的超级防抖 开了超级防抖过后呢 画质方面是依然的清晰 它不会因为呢 切换了到超级防抖的话 就会更模糊 不会 因为它是一样 用着它的主相机镜头 所以在拍摄方面 感光跟它画质呢 都会比较好 比较清晰 没有噪点的问题 而且在稳定性 你还很超稳的 现在呢 我两台都on着它的超级防抖 如果是X20 它是利用它的Ultra Wide Angle 进行视频切割 所以在Ultra Wide Angle的感光方面 都会比较差 如果你用它主相机镜头 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X50 Pro 它的主相机镜头 夜晚拍摄感光本来就很好 开启了Ultra Stable的话 依然保持很好的状态 因为它是用着它主相机 进行EIS视频切割 切割方面虽然是说 在视角方面会小了一点 不过在画质方面就依然保持住 一边跑一边跳 一边拍的话 当然我们要画质比较好 对不对 现在再试跑一下 看一下画质怎样 再来拍照方面 这两台手机都有一定的技术 尤其是夜拍 两个拍起来都非常美的 不过在两张照片对比之下呢 你会看到有时呢 X20拍照 它的灯光会有一点爆 看去呢 会整个画面会比较亮一点 如果是X50 Pro呢 它处理的就比较均匀 虽然说在颜色方面它会比X20来的淡一点 不过呢 整个看去呢会比较柔和 它灯光的饱和度会处理的比较妥当 画质方面 这两台它的画质都处理相当好 细节还原都非常明了 没有噪点的问题 其实嘛 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有一定的技术 无论是从最便宜到最好的 夜拍方面通过它的演算法 怎样拍都怎样美的 如果你很仔细的看 你只会看到微微的差别 不仔细看的话 基本上很难看到的 肉眼啊 你这样单单 你这样用你手机拍的话 你是很难看到差别 只有对比之下呢 你才会看到饱和度啊 噪点问题啊等等 刚刚的视频呢 我们都是用 Evo X50 Pro 还有X20来完成的 在它们的防抖稳定性方面 几乎差不多 不过在Ginbar OIS的调制下呢 有没有看到整个画面会更加稳定 晃动的问题也大幅度减低 其实刚刚跟你们分享这些东西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如果现在你想买一台手机 你要拍一个很美的视频 笑到相机没有 其实不需要的 任何一台手机都可以拍出一部很完美的作品 可能你就是要注意灯效 音效 画质 还有一些些的编拍 你要懂得怎样拍一部电影 首先你要把你自己当成导演 你是导演 你要把这一部电影这样拍出来 再加上你的想象来拍出这个画面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了 在现阶段假如你没有很多资金 在budget方面你没有很多的话 你不用想去花一个很大笔的数目 去买一个很昂贵的相机 不需要 因为只要花一点点钱买一部手机 如果是说你的budget再多一点的话 你再买更好性能 相机更不错的手机 当然就更好 手机不但能给你娱乐 工作方面也大大的帮助到你 再来你要拍任何大片的话 通过你的手机也可以完成 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得好好说的 Mr.杰克 假如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叮咚subscribe一起click下去 这样你才可以电电准时收到我最新视频 就这样 Bye 谢谢大家